難怪因此 陳行中部長就 那這一路累積過來的 當然所以你只要有一個小的錯誤 被抓到就會被放大 這裡面他為什麼可以操作 因為其實從那時候水果 從我記得吳一寧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北農要休假 休假 然後講菜假 那事實上那個北農要不要休假 不是北農決定的 但是那個炮火是打在吳寧身上 好 那這個都是以前的事情 那好油的事情 總會水落石出 但是我自己在看這個事情的關鍵 我沒有我再放在好油了 我是放在那個 糟糕 那個名字忘記了 國民黨黨工 許哲兵 因為我自己是跑司法的 我不認為好油的這些罪很重 就他自導自演 散播謠言 不是 就彈農 彈傷 你們如果受損 甚至於民進黨 你們應該去告那個好油啊 告這個這個炮啊 那個要有人告了才成立 所以我說民進黨要去告啊 而且那個還是民事 對 告民事啊 可是許哲兵是不是在刑事收押禁見 就是許哲兵跟好油自導自演 那也是好油跟他的事情 為什麼要收押禁見 因為好油 因為好油人在奧地利嗎 法官會因為這樣去收押他 我不認為 我認為好 桃園的法官今天會 會讓許哲兵收押禁見 他可能看到比我們更多的東西 我想他裡面有第三點理由 要講什麼 因為如果不收押禁見的話 恐怕無法保障許哲兵的安 自由安全 對 所以許哲兵可能會被半路處理掉 為什麼有這個理由 好奇怪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對國民黨 其實這件事情對國民黨 是最大的風險 像國民黨的文傳會 現在叫主委嘛 叫林 加星 不是 不是 林煥玉 林煥玉在跟記者講的時候說 民進黨黨員造假幹的事情 為什麼要國民黨認錯 為什麼要國民黨道歉 就人家問他說 因為你們講綠色恐怖 他就講說 因為因為他秀那個 好油秀的黨證 他說民進黨黨員造假幹的事情 為什麼要國民黨認錯 就真的真的拿那個黨 民進黨 黨認出來講 如果對國民黨的風險在哪裡 已經不是在好油了 是在那個 我也忘記了 許哲兵 許哲兵 兩部電腦 兩部手機 如果這兩部電腦 兩部手機 裡面只有跟好油的事情的話 國民黨的風險 不管怎樣 痛一次就結束 萬一萬一 許哲兵電腦裡面有案外案 你怎麼辦 跟馬文君一樣 有案外案怎麼辦 然後如果這個案外案 涉及到的 不是只是好油 不是只是蛋 還有其他的東西的話 那國民黨怎麼辦 玉瑋姐剛剛講啊 鳳梨 釋迦 我要再唱一次嗎 水果全部講出來 全部都有 因為好 因為許哲兵不是一個人有能力操作這件事情 對 現在看起來法官會 我純粹是從司法角度去做判斷 就是說我們我們在跑司法的時候 看到法官會願意這樣子 就是兩個人自導自演一場鬧劇 雖然有擾亂社會 就是社會自由維護法 就解決這件事情 我幹嘛要收押 禁見 收押禁見是對人權重的 我們以前跑過的案子裡面 有過 不過檢察官強烈要求 要求要伸押 結果法官怎麼判 雖然有篡證之餘 但是他認為不影響 不影響未來的判決 法官也認為可能會有篡證 而且是重罪 可是他認為不影響 他認為檢察官你的證據已經夠了 所以那一次大概是那個當事人 我記得是幾百萬交保 台灣的法官 現在是不可能配合你檢察官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不可能 許哲兵這樣子一個 是國民黨黨功的身份 然後好遊 雖然是社會主目事件 可是你要收他禁見許哲兵 然後還要跑 最好玩 就是剛才妹妹念到那一段 你還要保護他 你知道國民黨 真的要很小心 馬文鈞的事情是你看得到的 許哲兵的事情是你看不到的 記者委員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說 包括馬文鈞 包括街市的電背好遊 之前的陳吉仲跟吳英寧被搞下臺 還有包括剛才玉輝姐所說的鳳梨 高麗菜 世家等等之類的花生等等 民進黨那目前好像也沒有動作 第一個 我覺得國民黨也好 或者民眾黨 柯文哲主席 欠社會一個道歉 欠民進黨 欠政府一個道歉 他們不會 他們現在講說什麼 我也是被騙的啊 你不能怪被騙的人啊 這完全沒有道理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今天有一個人指著別人說 你是壞蛋 我們丟石頭丟他 大家一起丟 旁邊都丟他 他丟完之後這個人被砸死了 然後你跟他講說 後來發現這個人是隨便指控別人 然後其他人說我也是被騙的 我也是丟石頭而已啊 有這種道理嗎 對不對 因為國民黨或民眾黨在這次裡面 這個世界裡面 你可以講說他被威脅說我們同情 OK 我同情 但是有沒有做政治操作 有 而且是大規模的政治操作 對不對 包括要求這個 你看活躍也操作啊 直接指著民進黨說是你幹的啊 然後可不可以怎麼說 把國家還給你 對不對 所以先不說什麼同理心啊 然後要同情啊 他是受害者啊 這看起來有道理 可是重點是你有沒有利用這個事情 做大規模的政治操作 而且造成社會的恐慌 有吧 你總要承認這一點吧 那既然有的話 你就算不願意一下民進黨道歉好了 你要不要讓社會道個歉 說造成社會的恐慌 因為有人在臉書上寫了什麼東西 然後被別人威脅 後來被發現是自倒自演 對 很抱歉 我當時也跟著喊打喊殺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在民眾說 抱歉這樣子可以嗎 這個不是 你看他這樣子 誠意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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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們再退一萬步 我們再退一萬步 如果今天被抓到的 不是國民黨的黨功 是民進黨的黨功 你覺得國民黨會怎麼打 三天覆地的黨 有人下台 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 那我可不可以講說 這是不是國家機器 是黨機器在操作 對不對 那國民黨突然一切說 他已經被我fired掉了 小黨功跟我無關 沒有 他更惡辭 他說什麼 你們是民進黨黨員 叫說國民黨黨功犯罪 文傳會的 這非常惡劣 我只請問大家 有人這樣子嗎 出國旅遊 把黨政放在身邊 好故意 非常故意 你如果真的是忠誠的民進黨黨員 我請問你喔 你2016年 你就在好像張花冠那邊做事 你那時候應該加入民進黨 他是趁著2020年3月 民進黨那時候線上 有沒有 那時候有一些爭議 比較鬆的時候 對 他那時候民進黨說要重研 要抓為黨中央來審 他就趁這個之前 趕快在桃園線上入黨 我們會懷疑 你是不是無間道 那東窗事發一個 你看我有黨政 然後國民黨這時候接棒 民進黨員叫說國民黨 還有第二個 我們問一個很簡單 他為什麼要秀黨政 會啊 完全沒有道理 很簡單 他認為把民進黨來 為他自己脫身 他要保護誰才是關鍵 對 他要把民進黨秀黨政 他要保護國民黨 用心良苦耶 保護他老闆張家搬這樣嗎 出國還帶著黨政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扯了 你覺得一個人如果叛國 然後拿說我是中華民國身份證 我是我國的國民 我就不叛國嗎 這到底在亂搞什麼 看他拿黨政出來那一上 真是令人傻眼 然後你去看我很同意 剛剛東浩哥講的 其實呢 鏡週刊就有做過一個 時序對照表 就是這些人呢 其實背後呢 常常在網路上 包括PTT 帶各種的風向 比如說 侯友宜今天說了 我們要開始做醫療政策 他就開始寫巴士良表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有登革熱 他就開始寫 這個疫情擴散 防疫不利的問題 所以恐怕我們的這個刑事訴訟法裡面 另案扣押之物 因為我們刑事訴訟法有規定 你雖然本案是竊盜 你在處理竊盜案看到其他有可能的犯罪物 你也可以去做扣押 我不知道當天扣了什麼 如果扣的超過這個東西 恐怕背後還有其他不當的行為操作 其實觀眾朋友很清楚 這一次包括馬文君事件 包括林北蠔油許哲兵事件 重創國民黨的選情 剛剛東浩哥特別提到 這是一個調查 他說國民黨黨公林北蠔油 自然恐嚇案 你認為對侯友宜選情 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呢 百分之五十九 接近六成非常嚴重 蔡博議員 謝謝你今天願意來上節目 好 勇氣可嘉 我覺得的確會傷啦 絕對會傷 沒有一個政治攻防 是不會傷的啦 但是我覺得回到事件 本身是一碼歸一碼 林北蠔油錯的確錯 黨公錯的確錯 那我覺得他們要為他們 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那我覺得食安的問題 該監督還是要監督 今天我剛出來的時候 我從議會過來 我跟助理在討論 明天我們的市政質詢的內容 我就說 其實這個進口蛋的問題 還是要查 我助理就跟我說 哈 以為你覺得要 還是要查嗎 因為這個林北蠔油的事情 我怕你的質詢會被模糊焦點 我回答一句話 我覺得食安是攸關大家日常的這個問題 憑什麼可以不監督 我覺得林北蠔油的確他是錯了 但是食安是不是的確巴西旦有過期的問題 的確是有嘛 是不是有疑慮 的確是有嘛 所以我覺得這樣有造成大家的疑慮 食安上面有問題 我覺得應該就是一碼歸一碼的好好來查 那林北蠔油的事情 所以我回歸到之前啦 是不是國民黨也要求這個司法檢調 趕快查嘛 所以才會查出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在說什麼 要求國民黨要道歉啊 什麼等等的 我覺得不合理 梅姐要補充 如果說這個叫不合理 那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合理 我先講喔 抱歉這個議員 我跟您想法完全不一樣 今天食安問題大家重視 國民黨壞壞在哪裡 你知道嗎 全部從頭到尾都政治動機 先給你查的好像有官商勾結 超視頻什麼 接下來改標 好像一堆混蛋壞蛋流進去 徐曉星說什麼 說這巴西蛋說的 講的好像都是壞蛋 都是有致癌 要上升成食安問題 結果對不起 最新抽查出來的結果 抽查了三千多顆吧 沒有一顆是預期蛋是壞蛋 第二個 衛福部全國醫療監控 沒有一個人是吃到什麼問題蛋中毒的 可是在國民黨的操作之下 變成野南食安問題 野南進口蛋都是壞蛋 然後讓我們大家不敢吃進口蛋 蛋價就上漲 因為我們國內蛋藏的不夠多 好 那我請問你 像徐曉星這種 講的好像說什麼都是自癌物 結果你根本就在製造社會恐慌 或者是講的好像巴西蛋都是混蛋都是壞蛋 然後呢 你們拍拍一屁股就走人 操作食安問題不成 那我請問你 人心惶惶付出的代價誰來承擔 一個民意代表可不可以說假的言論自由的名字 我在那製造為那個政治的恐慌 拿取政治紅利 那社會來付代價 難道將來這個智傑 如果你進去國會 我們要效法美國 懲罰性賠償 你們這些人製造了多少的 完全沒有根據製造人心惶恐 付出社會代價 拜託這些也要你們來負責 否則我就像國民黨 我們關心食安問題沒有人不關心 農業部衛福部比你們都關心 都去稽查都去監控 道歉沒有一個 那我請問你 國民黨要不要出來道歉 徐曉星要不要出來道歉 國民黨中央朱立倫 你該不該出來講講話 侯友宜你該不該出來道歉 所以鄧浩哥說這兩件事情 國民黨真的是啞口無言 道歉也只能道歉 因為民調調超多 我跟妳講臺北市的進口蛋 我覺得蔣萬安這邊做得還不錯 我剛剛現在看的是他們那個查記表 十月四號 一共稽查八百兩百八十五家 違規使用 他上面寫進口蛋品之積合結果統計 目前是零 違規使用是零 那我覺得進口蛋大概現在不會 你不會消費者是不會在擔心 會用到 因為沒有啦 那現在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本國的本地的蛋 不要出狀況就好 現在上面都有那個條碼 你如果看不懂 你不知道的話 你不要看那個臉書上面 有一些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 你直接去問店員 對 問店員最快 你只要是隨喜蛋 那個盒裝的 你就可以掃那個條碼 對 像我是習慣在菜園產買小農的 那個就沒有條碼可以掃 所以自己先搞清楚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如果繼續打進口蛋 我沒有意見就繼續打 因為我自己在看民調的數字 這個已經結束了啦 但是國民黨必須 我還是講 我還是很誠意的建議一件事情 不要把重點放在蠔油 小心許哲兵 許哲兵才是真正的地雷 這後面把我多水躲多深啊 大選一百天 藍白和 一樣 老梗繼續談 兩黨到底怎麼合 雙方還沒共識 柯文哲卻平民出招 最新說法是 若民調輸了 副手不一定是他 這也應該整合出一組 勝選距離最高的組合嘛 總是有一個公開 然後比較公平的比賽規則嘛 國民黨比民調比贏 找民當副手 這部分你考慮嗎 牽涉到政黨合作 我們會推薦 適當的副手人選給國民黨 我們是建立在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理想之下 方法的問題 我們從來沒有排除或 任何一種方法 也沒有預設立場 藍營不斷強調 結盟不預設立場 就是不正面回應 民眾黨提的比民調 資深媒體人黃光晴 在臉書公開藍營內部民調酸說 這下還吹嗎 因為四方激戰的情況下 侯友誼支持度只有17% 仍穩坐老三 和排名第二的柯文哲 相差5.3% 這還怎麼比啊 這是一貫的抹黑產業鏈 呼籲有心人士 停止這樣子的操弄 這些數字也和國民黨 真實的內參民調數字 有相當大的落差 2014年我跟民進黨 雅文哲也是透過一個 民調的方式 決定由誰出馬競選 所以只要比賽規則清楚了 就是可以按照規則來做 國民黨駁斥侯友誼 落後柯文哲的內部民調 柯文哲則拿出過去經驗 小以大意 這藍白要合 還有得喬 很抱歉 我講了一個老梗說 藍白到底會不會合 但問題是侯友誼要選政的 柯文哲要選政的 你認為他們真的合得來嗎 其實有很多民調 你們大家 應該觀眾朋友 應該都看得出來 而這一次比民調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也根本不敢接招 今年要選選舉 在新竹地區的智傑教授 你認為你那一區有可能藍白 合或者是根本合不來 目前我們這一區的立委選舉 國民黨是有政政前委員 那時代力量有秋顯智委員 那他們兩位都是現任的 一位是區域立委 一位是不分區立委 所以作為一個立法達人 但是其實是選舉新人的我 真的一開始的時候是挺辛苦的 那但是我覺得鄉親給我非常多的支持跟回饋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狀況 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可以繼續朝自己的步調走去 那不過前一陣子的 這個民眾黨的態度 就是每周一變這樣子 他一開始呢 先說要找某一位這個不分區委員來選 接著又說 我們覺得我們不打算再提任何的區域的提名了 所以我們沒有在這一區沒有要提 那沒有要提的意思就是藍白河嘛 對不對 因為民眾黨在這邊 但他不提任何人 但過一陣子呢 又說要提柯美蘭 因為呢 他說這個柯主席說 柯美蘭醫師是他的妹妹 所以柯醫師選等於是他選 那我個人是很不能認同這種講法 因為我覺得這完全把女性當做工具人 因為柯美蘭醫師再怎麼樣 也是一位已經六十二歲 職業三十幾年的資深的專業女性 我覺得他應該有完全的意志來決定 他要不要選 他不是誰的替代品 那但是後來 因為高市長這個案件以後呢 那柯主席又又覺得說 不要好了 這樣選舉好辛苦 我覺得我妹不要這麼辛苦 他不要選 我覺得這也很奇怪 因為要不要選 也不是因為女性不能吃苦 所以就叫他不要選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講法都不ok 那無論如何 最近的這個中秋晚會 已經可以看到柯美蘭醫師 在跑場的身影 對 那所以他的看板 跟各種選舉小物出來 所以以目前的情況看起來 他是會參選的 所以他會以五黨籍 或以民眾黨的身份來參選 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民眾黨 有做任何提名的動作 所以他用五黨籍 他可能會用五黨籍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覺得藍白是很難合的 因為會去支持白的 基本上他就是對藍綠 他都不會太過的偏好 如果柯美蘭在你內去要選 就代表藍白是根本合不來 所以藍白只可能氣保 但是藍白氣保 曾經出現過最糟糕的例子 就是本市的市長 高宏安市長 他就是一個氣保的結果 使得新竹市選出一個非常不適任 完全沒有施政能力 導致我們的市長滿意度 從過去的前幾名調到全國倒數 最後一名的狀況 所以藍白不可能合 即使要氣保 氣保的結果 鐵證已經在新竹市 已經發生了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 我覺得新竹市民會有智慧的 他可能之前因為某些誤導 他曾經錯過一遍 但我不覺得他會再一遍 被這個氣保所操作 請教執政委員 國民黨前立委蔡振元 他有講 他說國民黨你要保持清醒 藍白不合就是綠營勝 我覺得當然大家都知道 如果國民黨否定任何擔任 副首的可能性 便是蓄意破壞藍白和 柯文哲跟朱立倫 要以黨主席的高度處理 金浦中跟黃珊珊 頂多只是利害關係人 不應該算上干政 自成委員 如果按照這一段話來講 很明顯藍白超響和 因為黃珊珊也出來了 金浦中也在 柯文哲主席也在 朱立倫主席也在 其實今天剛好一百天 他們在私底下喬很久了 只是檯面上面 不知道怎麼樣演給大家看 演得很難看 因為談來談去都在談 誰退誰進 誰正誰付的問題 從來沒有談個東西叫做 他們是理念是什麼這樣的結合 簡單講這兩個黨 畢竟跟過去國民黨親民黨不一樣 因為過去是系數同盟 分開最後再合在一起 所以在理念路線政策上 大家認為應該差異不大 對不對 可是這個所謂民眾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在很多的理念價值上 事實上是有一些差距的 未必百分之百對立 但是有很多差距 但這段時間來 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在講 到底我們理念上如何結合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們兩岸政策是完全一樣嗎 沒關係一樣就講 我們要共同推一樣的兩岸政策 也沒講 也沒講 對內政策 你的經濟政策 你的社會住宅政策 是什麼政策 是一樣嗎 好你們就講 所以這段時間上 所有的這種所謂藍白河 全部都在談什麼 誰怎麼搭配誰的問題 誰進誰退的問題 完全沒有談理念 談政策 談未來的國家方向 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是演得很難看 好 好